在合家团圆的春节 大家都在忙着和家人团聚 虽然这时候也是明星最忙的时候 但也要抽空和家人相聚 杨幂在2月7号的时候被拍到低调现身机场 疑似回港看女儿 众人纷纷猜测这是杨幂和刘凯威夫妻 二人离婚之后首次见面 杨幂和刘凯威关系结束得太过突然 好在两人的各种事情处理得十分妥贴 没有任何麻烦 尤其是女儿的事情 依旧由夫妻两人共同抚养 让不少粉丝安乐心 小糯米平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所以杨幂在去看小糯米的时候 免不了和刘凯威一家人见面 相信各位都很好奇一家人 重新坐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气氛 杨幂之前公布出来的行程 在新年期间就是没有任何活动 明显是为回家过年留下了充裕的时间 杨幂应该也是乘着剧组放年假抽空去看女儿 杨幂在娱乐圈中是出了名的工作狂 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的拼命三娘 终于舍得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庭 如果早些这样 两人或许也不会结束 感情来得快 结束并不容易 杨幂和刘凯威虽然离婚进行的迅速有序 但是在圈内 两人已经离婚的传言 早已传得有鼻子有眼 秘密早已公开 两人的分开绝没有表面的这番平静简单 曾经有多恩爱 分开之后就有多恨 昔日的所有情分现在看来都十分讽刺 好在两人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十分稳定的 好聚好散 家庭虽然不再完整 但是小糯米依旧能得到完整的爱 刘凯威早已被拍到已经回家陪女儿过年 至半年或整整三大箱 显然是用足了心思想给家人一个快乐的节日 过年期间还大方分享自己和朋友们欢聚的照片 笑容满面十分开心 两人见面有小糯米这个润滑油在场 肯定不会太过尴尬 有两位最亲近的人陪着 小糯米这个年过得肯定和往常一样开心 杨幂和刘凯威离婚之后的第一个春节 相信之后两人能直面现实 一切不愉快地都留在过去的一年 以后见面还能微笑寒暄聊聊生活和理想 杨幂将年后大部分的时间都留给了家人 作为知名演员 这估计是全年陪伴家人最多的时候 幸福来之不易 虽然杨幂和刘凯威工作非常忙碌 但是他们有牵挂 抽空尽自己为人父母的责任 让人欣慰 孩子是家长的心头肉 也是需要用心培养才能健康长大 因为父母疏忽导致孩子走上不归路的例子 比比皆是 杨幂二人显然也有所准备 虽然看起来杨幂刘凯威为家庭做的已经够多了 但是能否满足小糯米 不让他埋怨心生怨恨 这只有等小糯米长大之后才能明白父母的不易 你怎么看看待杨幂刘凯威之间的关系 倒读 杨幂回香港过年 刘凯威带小糯米街机 一家三口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相信大家还没有从杨幂刘凯威离婚的阴霾中走出来吧 娱乐圈的事情总是这样的出其不易 前一天还是恩爱的夫妻 现在就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这就是娱乐圈的残酷 这是杨幂和刘凯威的选择 我们也只能恭喜他们回复自由身 但小糯米还是由他们两人共同抚养的眼看2019年就要到来了 大家是不是和小编一样心情激动呢 甚至连班都不太想上了 一心只想早点回家过年呢 关于今年过年去哪里过 大家对杨幂都很好奇 和刘凯威离婚后如果再去留家过年 总是感觉怪怪的 但女儿小糯米目前还是刘凯威在带着呢 这下杨幂可真的是进退两难啊 据知情人爆料 杨幂今年将会去香港刘凯威家里过年的 但原因并不是因为刘凯威 而是为了女儿小糯米 或许是觉得离婚后对小糯米有了亏欠 没有给她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杨幂才决定放下手里大量的工作 一心想要陪着女儿过年吧 据报道说杨幂已经踏上了回香港的飞机 毕竟现在距离过年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这也到了和家团元年的日子 再得知杨幂回回家过年 也有很多网友都前去街机了 从照片来看杨幂当天穿得十分随性休闲 丝毫没有明星的架子 一身牛仔衣干练十足 头戴着棒球棒 显得元气满满 不愧是我们的少女幂啊 小糯米都好几岁了 可杨幂依然保持着少女的姿态 真是让人羡慕得很啊 当天杨幂并没有带很多随行人员 只带了自己的助理一个人 让人惊喜的是前夫刘凯威 带着小糯米亲自前来接机了 小糯米看到妈妈后很开心 杨幂也是乐开了花 母女俩开心的说说笑笑 刘凯威则在一旁拿着东西 这一幕俨然是一家三口的样子啊 网友纷纷表示 这要是没有离婚该有多好啊 小糯米也会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杨幂也能有个肩膀来依靠 不过说再多都是徒劳了 最后也希望杨幂能陪着小糯米过个好年吧 你们是怎么看待杨幂和刘凯威的婚姻呢 当今娱乐圈的八卦信息 纷纷秒秒都在发生 相信大家也和小编一样的都在关注 因此每当有娱乐方面的新闻出现 小编都会把自己所知道 了解的在第一时间送给大家 给各位看官带来新奇与惊喜 话不多说请开始您的阅读 她可是娱乐圈的当红花旦 但是在她去年宣布离婚的时候 网友们都很震惊 毕竟她和刘凯威之前 一直被传离婚 但是两人都否认了 没想到这次自己会宣布 毕竟两人当初经常秀恩爱撒狗粮 如今却变成这个样子 而让网友们更好奇的是 小糯米由谁抚养 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小糯米 能不能如愿以偿的 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呢 能不能过一个举家团圆的 欢乐年呢 这些年小糯米一直都是 放在香港的爷爷奶奶家 杨幂基本每年都会回香港 去看小糯米 大家都在想今年杨幂还会回去吗 在采访杨幂的时候问到 杨幂今年还会回香港过年吗 杨幂表示 自己会回香港过年 表示自己回去是为了 给女儿一个完整的新年 到此 今天小编为各位放送的娱乐圈的八卦信息就到这了 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下方和小编留言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给小编点个赞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 2018年快要跨入2019年的时候 杨幂刘凯威正式宣布离婚了 虽然这是大家意料之间的事情 但是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两人宣布离婚之后 两人当事人并没有怎么 但是双方粉丝却你来我往的 刘凯威的大多数的粉丝都说 杨幂这些年很少陪伴女儿 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之类的 甚至有些粉丝还统计出了 最近几年来杨幂陪伴小糯米的天数 据悉三年杨幂加起来 杨幂只陪伴了女儿37天 然而最近香港媒体就爆料说 虽然杨幂和刘凯威已经离婚了 但是因为小糯米还小 所以两人还是在小糯米面前 维持着父母的形象 同时还爆料到 杨幂今年过夜依然会飞去香港过年 陪伴小糯米 本以为只是香港媒体的爆料 并不准确 但是香港在1月6号的时候 刘凯威在香港休假期间 带着小糯米出去玩 记者上去进行了采访 问到杨幂会不会回香港过年之类的 刘凯威并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说新年快乐 但是刘凯威怀里的小糯米 却十分高兴地说道 就是妈妈会回来过年的 看到这种温馨的画面 很多网友不禁吐槽道 这是要复合的节奏吗 其实杨幂并不是不陪伴女儿 只是不喜欢自己在媒体大家面前联系谈论自己的女儿 曾经在接受采访记者问 在真正男子汉里面给自己女儿 小糯米打电话开不开心 杨幂沉默了一下说 自己宁愿卸妆一万次 也不愿意给小糯米打这个电话 说自己已经没有私隐 自己不希望要糯米也像自己这样 自己虽然公众场合不说 但是私底下几乎每天都会给小糯米打电话 一有空就回去看小糯米 虽然杨幂很关系女儿 但是和刘凯威刚刚离婚 不知道回香港过年 杨幂刘凯威会不会尴尬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12月22日 嘉行工作室宣布旗下艺人杨幂与刘凯威离婚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对曾被大家看好的金童玉女最后 还是各奔东西 让人唏嘘不已 在离婚消息公布后 杨幂面对的最大的质疑则是关于女儿 有很多网友都认为 作为母亲的杨幂 并未尽到关心和陪伴女儿的义务 甚至可以说是工作重于女儿 然而1月7日有知情余记爆料 杨幂和刘凯威虽然已经离婚 也有各种矛盾和纷争 但是在女儿面前仍然维持各自的形象 同时爆料杨幂今年人会照旧飞到香港 陪女儿小糯米过年 同时在前一天1月6日 刘凯威到一家人出行用餐 有记者问到杨幂新年是否会回来看女儿的时候 被刘凯威抱在怀里的小糯米开心的回答了恩 也是确定了今年过年会和妈妈在一起 与爆料内容相符 早前有网友统计杨幂 三年只陪伴了小糯米37天 以此来论证杨幂并不关心小糯米 但是仔细查看 只要杨幂有时间 都会不辞幸苦飞往香港 再急匆匆地飞回来 有点时候甚至待不上一天 如此劳累就是为陪 好